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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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诗诗留着一头长发 美得让人惊讶 还有网友夸赞刘诗诗说 这样的女人才叫美 刘诗诗长发的模样 美得一塌糊涂 这造型看了就舒服 我可能瞎了 已经分不清长短发 哪个好看了 不愧是神仙姐姐 周慧敏叫美就照曝光 堪称不老女神的周慧敏 如今已经年近半百 但还是一样青春美丽 最近周慧敏一连串照片曝光 是她早年参加综艺节目的照片 只见她浓眉大眼 搭配娇艳红唇 看起来气质非凡 相当美丽 犹如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人物 而近来神仙姐姐一词蔚为经典 包含刘卫飞 杨幂 刘诗诗等人 都有过这样的称号 如今周慧敏就照曝光 大陆网友纷纷表示这才是神仙姐姐 这组照片也勾起许多网友的美好回忆 纷纷留言幼儿园时候 家人从香港带回家的玩具上面都验着她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刚有电话那时 我和我堂妹给别人打电话 问我们是谁 我说我们是刘德华和周慧敏 小时候觉得最美的就是她和李若同 真真正正的神仙姐姐 而在台湾 早期机车的党尼榜上 印的全是周慧敏 因此她在台也有个党尼版女神封号 周慧敏不是结婚 胡歌隐退两年原因 曝光与狼牙榜红遍全亚洲 人气在潘高峰的胡歌 选择在当红之际淡出影谈两年 原因众说纷纭 先前甚至有谣言指出她与旧爱薛家宁复合 让她无奈回应 这种传闻很多 大家慢慢习惯就好了 最近她为了品牌接受访问 被问题隐退两年原因时 她坦言因为拍了即将播出的列场 认为该剧太完美 因此才会选择暂时休息 胡歌因为狼牙榜而再度爆红 即便有不少粉丝等待她的新作品 她却选择远赴美国进修 期间谣言不断 有人说她即将与前女友复合 也有人说她认为狼牙榜太好 导致难以超越才选择暂时沉淀 但她最近却说与新作《猎场》有关 还夸说是我看过最好的剧本 拍来这戏后 我没玉没球了 我已经拍了这么好的戏 够了 还有一个原因 我在这个角色身上 已经释放了我所有的能量 我再去接其他的角色 我没有变 法超越呀 至于下一个剧本 胡歌则笑说可能我比观众更期待 《陈小春爱尔·Jasper》本名曝光 名字由来超温馨陈小春与儿子Jasper 一起参加爸爸 去哪儿第五季 互动温馨可爱 让许多观众都成为粉丝 最近Jasper说自己的本名陈燕杰 引起许多讨论 背后原因更是相当甜蜜 竟跟陈小春的妻子 婴采儿有关 和陈小春近来 在节目上 玩其指人哦 对话中她自我介绍称为陈燕杰 而这个名字大有来头 原来这对夫妻当年选赛 情人节晚婚 而这个名字的由来 燕是用了婴婴采儿的姓 至于结则是结 也就是结婚的意思 儿子陈燕杰就是陈燕杰 代表着陈小春 婴采儿结婚 不少网友听到这个原因之后 都只呼吵甜蜜 陈小春 Jasper不愧是神仙姐姐 周惠敏叫梅就照曝光 堪称不老女神的周惠敏 如今已经年近半百 但还是一样青春美丽 最近周惠敏一连串照片曝光 是她早年参加综艺节目的照片 只见她浓眉大眼 搭配娇艳红唇 看起来气质非凡 相当美丽 犹如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人物 而近来神仙姐姐一词 蔚为经典 包含刘卫飞 杨幂 刘诗诗等人 都有过这样的称号 如今周惠敏就照曝光 大陆网友纷纷表示着才是 神仙姐姐 这组照片也勾起 许多网友的美好回忆 纷纷留言幼儿园时候 家人从香港带回家的玩具上面 都验着她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 刚有电话那时 我和我堂妹给别人打电话 问我们是谁 我说我们是刘德华和周惠敏 小时候觉得最美的就是她和李若同 真真正正的神仙姐姐 而在台湾 早期机车的党泥榜上 印的全是周惠敏 因此她在台也有个党泥版女神封号 周惠敏